念经太快也成了家暴导火线 一名34岁的无疑男子 相信是为了赶快开斋用餐 将餐前祈祷的经文念得太快 而被父亲责怪他不够前程 结果男子盛怒之下 竟然举起家中的椅子 暴打63岁的老父亲 连椅脚都被打断 导致父亲受伤送院治疗 家英警局主任 Mohamed在夜受访时透露 追踪不孝子欧打父亲的案件 是昨天晚上七点多 在家英领丰花园发生 所幸当时伤者的另一名儿子 及时介入阻挠 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情况 Mohamed在意说 警方逮捕嫌犯之后 已经援引刑事法典323商人条文 将他押往家英法庭 申请延扣三天住场 都参照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